嗨,大家好,我是科幻名布马 今天所带来的是盲流感 是病毒变异之后 一场流感让70亿人变成了盲人的故事 电影开始的时候 城市的交通一如既往的拥挤 不过这次拥挤的原因是 一个日本男人把车停在了路中央 原来他竟然是在等红绿灯的时候 突然失明了 他和普通盲人不一样的地方是 眼睛里是一片纯白 就像牛奶淹没了全世界一样 人们虽然惊讶 但还是把他送回了家 很快日本男在妻子陪同下 来到了一处诊所看病 医生检查之后表示 日本男的眼睛没有任何异常 自己也无可奈何 夫妻俩只能失望地离开了 第二天医生震惊地发现 自己居然也一样失明了 也许正是被日本男所传染的 其实在这一天 失明的人非常的多 官方甚至专门给盲人们 设立了一个隔离所 医生知道后 就在妻子的帮助下住进了那里 妻子虽然视力完全正常 但是为了照顾丈夫 也谎称失明住了进来 这个地方不仅一个医护人员都没有 门外还都是如临大敌的警卫 其实和监狱根本就没有什么区别 很快一批又一批失明的人来了 日本男和他刚失明的妻子也在里面 这些人组成了一号病区 把医生当成了代表 时间一点点的过去了 来这里的病人也越来越多 有个新来的病人随身带着收音机 就把外面的消息告诉了其他人 大致就是很多正常人会在驾驶途中 突然失明导致了很多惨重事故 国家高层试着攻克疾病 但自己却也成为了盲人的一员 全都是沉重的消息 后来新来的病人越来越多 一号区容纳不下 便在二号病区自立山头 他们的老大是吴赖男 二把手是油腻大叔 有天吴赖男突然带着许多手下霸占了食物的分配权 一号病区的人想吃饭 就得拿值钱的东西来换 因为吴赖男不知道从哪里搞来了一把枪 所以人们都不敢反抗 默默地献出了所有的饰品 有一个病人曾经是护士 把手术剪刀也捐了出来 而医生妻子把它藏了起来 以防万一 最后尽管人们用光了所有的饰品 换到手的却只有根本不够吃的食物 这让医生为自己的无能自责不已 这时候一个女病人过来安慰 医生一激动就出了鬼 妻子看在眼里 嘴上说着可以理解 对丈夫一如往常 可这句话背后的沉重 却只有自己才能知道 上次换来的食物快已吃光了 这次吴赖男声称 必须献出所有的女人来交换食物 医区的人们气愤 却没有挥拘的余地 在这个屈辱的晚上 有一个女病人因为不够配合 遭到了毒打 当场死掉了 这让医生妻子心里充满了仇恨 第二天 她提起了之前藏着的剪刀 直接杀死了吴赖男 有腻大叔捡起吴赖男的手枪射击 但是一个盲人手里的手枪 其实算不上什么威胁 医生妻子轻松地逃走了 很快 医区的人们都听说了吴赖男被杀的消息 他们犹豫一番之后 决定在医生妻子的带领下 和吴赖男的手下开战 只是在这之前早就有人怀恨在心 偷偷地摸索到了二号病区 放弃了火 大火迅速蔓延起来 马上就要把整个隔离区所烧毁 有腻大叔眼看走投无路 开枪自杀了 而一号病区的人看到后放弃攻击 把其他人都给救了出来 医生妻子想找看守求助 却意外发现警卫们不知道什么时候都已经撤光了 想来也是 随着权力高层陆续失明 社会变成无政府状态也只是早晚的事了 病人们摸索着回到了那个已经陌生的世界 在这期间很多人都走散了 只剩下了日本夫妻之类的熟悉的人还在一起 医生妻子找到地方安置好他们 自己留进了一处超市 他绕过了一地的垃圾和争抢食物的盲人 在仓库里面找到了充足的食物 不过在出门的时候被盲人们发现被抢走的不少 他看着路边撕咬着尸体的流浪狗 悲观地感觉到人类已经和他们没有区别 不过一只宁愿饿肚子的善良狗狗填干了他的眼泪 让他又重新温暖了起来 这时天上突然下起大雨 医区病友们都冲上街头享受着莫名的狂喜 可能只有在雨点打身的这一刻他们才真的感觉到回到了真实的世界 雨停之后大家收拾好了心情 医生夫妻邀请大家一起住进了自己的家里 一行人老老少少别人带狗看起来就像一家人一样 第二天人们换上干净的衣服吃早餐的时候 日本男惊讶地发现眼前出现了咖啡的颜色 他的视力竟然又恢复了 每个人都兴奋地拥抱在一起 因为大家不约而同地预感到剩下的人都会按照失明的顺序恢复视力 医生妻子如是重负地看向了天空 却只看到了一片纯白 这让他心头一记 心想这次要轮到自己失明了 不过当他低下头后发现城市还在脚下 终于明白只不过是虚惊一场 虚惊一场和劫后重生 真的是这世界上最美好的成语 好了今天的电影就介绍到这里 喜欢的话就给不满点赞 欢迎关注科外粉丝第一时间户的更新 咱们下期再见